Hello 大家好 我是Lianne 我是Mindy 今天我們收到Clara Sunny的邀約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她們家的 櫻波警言禁膚衣 好 那因為母親節快到了嘛 相信有一些媽媽會覺得說 如果你買太貴的禮物給她 她會覺得說 啊 要讓兒子女的破費 這樣真的很不甘不甘耶 有這麼貼心的媽媽嗎? 我媽好像沒這麼貼心耶 但是如果你買太便宜的東西給媽媽會覺得說 你自己買的東西都那麼貴 然後母親節的禮物就買那麼便宜的 其實媽媽還是蠻難取悅的 好 所以我們今天介紹這個禁膚衣呢 就非常適合當作母親節禮物 因為我們之前就曾經想要買新年紀給媽媽 媽媽覺得說 哎唷 年紀那麼大了 我不用再用這些禁膚衣啦 可是這一台就是 因為她也可以用 我也可以用 所以爸爸也可以用 她就不會覺得說 是在一個人獨享 媽媽就不會覺得有那種罪惡感 再加上呢 我不知道大家記得有沒有看過 就是現在范冰冰很常在小紅書上面 分享她的一些保養小撇步 那很紅的是她之前就在肥地上 按摩她的臉給大家 可以告訴她說 范冰冰自創的一個按摩手法 但一方面可能是她皮膚非常的白 或是她的力道也比較大一點 所以她按完之後 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紅 就還蠻嚇人的 因為我之前就想說 很多按摩師都說 不要過度拉扯你的肌膚 我想說 冰冰的臉這麼緊緻 可是那麼用力不會有皺紋嗎 對 所以如果說你自己按摩 就可能 力道無法抓得非常的準 那如果你用禁膚衣的話 就可以在一個非常 合適而且舒服的力道來按摩你的臉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的呢 是她們家按摩臉部的緊緣刷頭 那你也會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她們這個禁膚衣這台機器 如果大家認識Clarasonic的話 應該最熟悉的就是她們家洗臉機的功能 然後其實我們這次也有用到 她們家的活膚檢緣刷頭 然後是特別設計給敏感肌使用的 所以她的毛非常非常的柔軟 所以我們兩個都不是敏感肌 可是我們覺得使用起來非常的舒服 其實也很乾淨 然後其實她們家有針對不同的膚質 可以直接推出不同的刷頭 所以大家就可以針對自己的需求選購刷頭 然後其實要特別提醒大家的是 她們家的刷頭一定要三個月更換一次 這樣才比較衛生乾淨 那其實Clarasonic的潔膚衣呢 不僅是只有洗臉的功能 其實只要更換不同的刷頭 她也可以變成按摩臉部的工具 或者是特別拿來按摩身體 甚至還可以當作上妝的粉底刷來使用 好 那就由Mindy老師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淨膚衣上面的三個按鈕 因為我們都覺得她說明書上寫的不夠詳細 不過不用擔心 聽過Mindy老師講解完之後 大家一定會覺得非常簡單喔 大家一定要認真聽 要不要Mindy老師會不開心 好 首先呢 最下面這個按鈕是開關 你按開它上面就會出現的東西 你就知道這個機器已經被打開了 不過關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因為一般的機器 你按關它東西就會自己消失 你就知道你把它關掉了 那再來淨膚衣你按關之後呢 它的東西要大概三四秒之後才會慢慢的按掉 那中間這個是調整波段的 它總共有四個波段 一是最小的 四是最大的 除了四個波段之外呢 我要特別介紹的是他們有一個Smart模式 那真的很Smart唷 它就是提醒你每一個區域的停留的秒數 然後它一B就提醒你要換區域囉 那最聰明的是呢 它會根據你裝的刷頭呢 它會有不同的功能 譬如說你現在裝的是緊眼刷頭 它是每30秒會B一次 那如果說你現在要換成是11點刷頭呢 它就會換成20秒B一次 那最上面這個按鈕是Turbo Turbo就是不管是在洗臉模式 還是按摩模式的時候 你隨時想要再更加強一點的話 你就按下去Turbo就可以了 就有點像是吹風機 就有點是熱風在吹嘛 那你想要定型一下 所以你就按下一個按鈕 它就會變冷風就可以定型 這是相同的概念 我相信非常簡單 大家一定都聽得懂唷 它就是局部加強的概念對不對 沒錯 好所以說呢 基本上你們家裡呢 只要擁有一台這個淨膚儀呢 只要更換刷頭 我一個人就是有多功能使用這台機器 然後每個人呢 都有不同的刷頭的時候呢 一機全家都可以使用 所以就是有了它之後呢 家裡就會很和熱融融喔 不僅欸很小東西 可以同時跟媽媽跟爸爸使用的耶 那萬一我嫁出去怎麼辦 嫁出去當然是要再買一台跟婆婆分享啊 婆婆跟媽媽都是一樣的 就是真心婆媳之的一些小樂趣 就跟公共用的話 我是覺得 嗯 那其實剛剛明天有提到 這台機器真的非常的聰明 你只要換上不同的刷頭 它就會自動調整到 適合這個模式的頻率 然後其實它們家的這個頻率呢 都是有專利的 像你洗臉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換成音波頻率 176赫茲 那其實Clarasonic呢 有跟新加坡大學合作 他們就發現 音波共生的技術呢 也可以使用在按摩臉部 可是按摩臉部跟洗臉的赫茲 其實是不一樣的 我們這時候就要使用 音波頻率75赫茲 因為其實這個赫茲呢 才能深層的按摩到肌膚 讓肌膚能做出相對應的反應 其實白化紋來說就是 你在按摩臉部的時候 要用適當的力道 太輕就是白花時間 太重就可能會長皺紋 好那請大家遵命 看一下我們的景顏刷頭 我們現在經費還沒有那麼多 沒有第三個人 可以幫我們拉近鏡頭好嗎 好那因為這個刷頭也非常講究呢 它是用矽膠材料 所以用起來非常的柔順 而且一般按摩的時候 你也很怕過度拉扯肌膚嘛 但因為它上面有一層真空度膜 所以是不會過度拉扯肌膚的 就算你天天使用也沒有關係 而且上面的三個刷頭呢 是經過精密的計算的 本身就可以促進循環 然後幫助保養品的吸收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會推薦景顏刷頭 因為相信大家就是想要小臉的女孩們 一定都聽過RIFA RIFA就是按摩按摩你臉就會變小 可是畢竟它的價格也蠻高的 所以我們之前也是一直在觀望 可是我們現在會很推薦景顏刷頭是 它像RIFA一樣你按摩之後呢 就會感覺消水腫啊 然後臉會變得更緊實 但是最特別的是它我前面有介紹到 它可以幫助保養品的吸收 而且它是有音波的頻率 所以如果你想要又有小臉的功能 然後又有幫助保養品的吸收 就一定要選擇景顏刷頭 那我自己使用起來 我有點覺得就是 你早上有消水腫的功能 而且還會讓底妝變得更服貼 好那所以接下來呢 我就會素顏跟大家見面 那Mindy老師會跟大家講解 要怎麼使用這個景顏刷頭 那想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如果假如你每天 建議大家可以早晚都使用 可是完整的步驟呢 其實是要三分鐘的 可是如果假如你沒有這麼多時間 今天也可以針對局部來按摩 比如說像法令紋啊 或者是浴衛紋的地方 就是比較加強一些皺紋 最容易出現的地方 對 那因為其實像我臉 比較是肉肉臉 所以其實我真是蠻擔心 我的臉會經過時間的變化 會慢慢的下垂 並且我跟Mindy拍影片 也是壓力蠻大的 你是收臉又小又尖嗎 不是因為它的臉是真的很尖 所以我真的很怕我之後 會不會就是你知道 這些肉肉就會往下垂 好那接下來就由我Mindy老師 來教大家如何健確使用這台潔膚椅 好 然後因為其實平常呢 我們在使用這台潔膚椅 我們會在我們所有保養程序完成之後呢 我們在使用它 那我今天呢 是先使用蘭蔻的小黑瓶 搭配他們家的白金蛋斑刷 好那現在就要麻煩Mindy老師 開始幫我售我的左半邊臉 然後給大家看兩邊的對比 先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首先你要使用這個淨膚椅之前呢 你要將你的臉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個是胸前 第二個是脖子 第三個是臉頰 第四額頭 好首先把機器打開 好那第一個部分 我們先從胸前開始 那只有額頭跟胸前是30秒 其他都是一邊30秒 大家要記得喔 好那你就打開用畫圓的方式 這邊是畫圓的方式 那你不需要用力的壓你輕輕的畫圓就可以 所以你有希望你平常在做這個時候 可以別人幫你按嗎 不希望 這麼簡單還要誰幫 還要別人用 就聽到嗶嗶聲就可以聽囉 這兩邊加起來30秒喔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示範半天 OK 剛剛莉安講話的時候已經嗶嗶囉 好那先跟大家講一下就是三條線 好 這邊 從這邊 往上先比較短的一條 然後再往它上面一點 然後反正都到耳朵 然後第三條是從你的這個下緣 下巴的下緣 那你就會重複這三條線 很舒服吧 嗯喔睡著了 因為其實我是輕輕的 然後它就是有那個頻率就會震 對 好三條 嗶嗶就停 好那再來就是臉頰的部分 然後它要特別看喔 臉頰 是像從上面 從下巴的地方 帶到耳朵 第一條 再從嘴角 往上 再到上面一點 然後第三條是有點要經過臉這邊 不是一條 像剛剛都是一個弧線 它是有一個彎的 對 好那你一樣重複這三條線的位置 好舒服喔 好那最後一個是額頭的部分 那額頭部分呢也是兩邊30秒 像是臉頰這邊 跟脖子才是各一邊30秒 從眉心這邊這樣畫到太陽穴 然後再往上 然後第三次是再往更上面 幾乎每一邊都是三條 大家可以稍微小記一下 好 再往上 這邊很舒服 我最喜歡弄這邊 好舒服喔 那太陽穴也可以 嗚嗚嗚嗚嗚嗚 你們發現臉的臉有沒有感覺 這邊比較往上 好給大家看一下 兩邊 對比 這感覺這裡比較線條比較往上 就是比較有線條的感覺 而且也會 而且我覺得也是你會感覺保養品都已經吸收進去 對 不會感覺黏黏的 因為其實像我平常我保養完是臉都是油亮油亮的 就是我平常睡前都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有用這種儀器之後 它就是會增加保養品的吸收 好那最後我們來總結三個我們推薦靜敷衣的原因 那第一個就是前面有提到的 一台機器全家都可以使用 只要大家都有自己的刷頭 那第二個是它一機多用 你一個人呢 你購買不同功能的刷頭 它就變成一個多功能的機器 那第三個原因呢 是因為世界上只有懶女人沒有仇女人 如果你真的長期使用這一台機器 真的可以幫助你 讓你的臉部更緊緻 線條更明顯 因為我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們還是沒有到過40歲好了 你真的不要隨便嘗試一些醫美的 還是可以靠這種產品跟搭配保養品 讓你的臉部線條更緊緻 因為現在呢還是正值母親節當期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要購入這台 可以趁母親節的時候購買也比較划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呢 你現在去百貨公司呢 已經找不到他們的專櫃了 不過不用擔心去他們觀望買就可以囉 而且現在他們依然還是有提供 30天滿意保證的服務喔 好那如果大家喜歡這影片呢 一定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讓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世界上只有懶女人沒有醜女人 其實用這台機器 人人人 你要喝口水嗎